姊妹 我也有个问题想寻求寻求 牧师长老聚会师常讲 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 这就证明神拯救人类的工作都完成了 我们信主耶稣 向主认罪悔改 已经罪得赦免 主不看我们为罪人了 我们已经因信称义 滥恩得救了 主再来 就直接替我们进天国了 不可能再来做拯救人类的工作 我觉得牧师长老这样领受主的话 不合适 是啊 但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 到底指什么说的 是啊 沈默氏 为什么还要来发表真理 做审判捷径人的工作 这些问题我们还不太透亮 请你们再和我们交通一下 是啊 是啊 这个问题我也不明白 姊妹 请你们再交通交通 是啊 给我们交通交通 是啊 跟我们交通一下吧 弟兄姊妹 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 到底指什么说的呢 是指救赎工作完成了 还是指神拯救人类的工作都完成了呢 人在当时真能测透吗 可以说没有人能测透 对呀 真是这样呀 谁也不敢说成了到底是指什么说的 是啊 主耶稣只说成了这两个字 并没有说神拯救人类的工作成了 人不可能真正明白 主耶稣说成了这句话 到底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敢随从己意解释主的话呢 为什么敢在成了这句话上 瞎按乱套呢 这就属于在主耶稣的话上 随意加添人的意思了 杨子们说得对呀 不能瞎按乱套 大家想想 如果主耶稣说成了 是指神拯救人类的工作彻底结束了 那为什么主耶稣还预言说 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 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 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 祂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 因为祂不是凭自己说的 乃是把祂所听见的都说出来 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 还有在约翰福音十二章四十七到四十八节里 主耶稣也说道 若有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 我不审判他 我来本不是要审判世界 乃是要拯救世界 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 有审判他的 就是我所讲的道 在末日要审判他 阿们 主耶稣的话明确告诉我们 主再来还要发表真理 做审判工作 并且圣经还预言 因为时候到了 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 弟兄姊妹 如果按照牧师长老说的 主耶稣定十字架 已经完成了拯救人类的全部工作 那主耶稣预言 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 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 这话怎么应验成就呢 主耶稣预言 他再来发表真理 做审判工作的话 不就落空了吗 是啊 所以牧师长老所说的 明显不符合主耶稣的话 不符合神做工的事实 是啊 我们都应该清楚 主耶稣所做的 是救赎人类的工作 我们只要接受主耶稣 向主认罪悔改 罪就得着了赦免 就有资格向主祷告 享受主所赐的恩典 无论有什么过犯 都不再被律法定罪了 这就是主耶稣做救赎工作 达到的果效 这就是我们常讲的 信主得救的真意 原来信主得就是这个意思 我们从主耶稣做工 所达到的果效上来看 更能证实 主耶稣所做的 只是救赎工作 根本不是默示神审判人 捷径人 成全人的工作 这样交通 大家能不能领受啊 能领受 感谢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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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姊妹 我们信主耶稣 虽然罪得着赦免了 明显的罪不犯了 有一些好行为 但我们彻底脱离罪 得解禁 蒙拯救了吗 没有 我们是不是 还常常说谎犯罪啊 是啊 是不是还有贪心邪念 是不是还能嫉妒人 恨人 是啊 心里是不是满了狂妄 诡诈 我们是不是还能 随从世界潮流 贪恋钱财 贪图虚荣啊 是啊 是啊 有些人临到 中共政府的抓捕迫害 还能埋怨神 甚至写悔过书 否认神 背叛神 尤其默示 全能神来发表真理 做审判工作 人还能凭观念想象 论断定罪神的做工 这是不是事实 是啊 所以 我们信主只是罪得赦免 但我们里面的撒旦本性 和撒旦性情依然存在 是啊 这就是我们犯罪 抵挡神的根源 我们里面的犯罪本性不解决 就能抵挡神 背叛神 与神为敌 是啊 你们说这样的人 有资格进天国吗 没有 神的话说 你们要圣洁 因为我是圣洁的 阿们 圣经 西伯来书也说 非圣洁 没有人能见主 阿们 是 我们常常犯罪 远远达不到圣洁 的确 没有资格进天国呀 是啊 弟兄姊妹 谈到这里 大家应该明白了 主耶稣说成了 仅仅是指神的救赎工作完成了 绝对不是指 神拯救人类的工作 都完成了 末世道成肉身的全能神 来发表一切真理 做审判 从神家起手的工作 就是来彻底捷径人 拯救人 解决人里面的犯罪根源问题 使人脱离罪恶 得着洁净 达到蒙拯救 进入神的国 阿们 弟兄姊妹 我们来读几段全能神的话 大家就更加清楚了 好啊 全能神说 就你们这样一个罪人 刚被救赎回来 不经变化 不经神成全 你能合神心意吗 就你现在的老旧人 耶稣把你拯救回来了 这并不假 你不属罪 这是因着神的拯救 但并不能证明你没罪 没污秽 你没经变化 如何能圣洁呢 你里面还尽是污秽 又自私 又卑鄙 你还想跟耶稣一同降临 有那么美的事吗 你信神 你信神少一步过程 只是被救赎 没经变化 要合神心意 非得神亲自做工 来变化 捷径你 否则 你只被救赎 不可能达到圣洁 这样 你就没资格 与神同享美福 因你在神经营人的工作中 落下了一步 就是变化成全的关键一步 所以 你一个刚被救赎的罪人 不能直接承受神的产业 弟兄姊妹 我们再翻到一千三百一十二页 好 董子妹 让我来读吧 好 全能神说 我要的是什么样的人 你得知道 国度里 不容许有污秽的人进去 不容许污秽的人玷污圣地 你虽然做了许多工作 你虽做工多年 但到头来 仍是污秽不堪 你想进我的国度 那是天理难容的事 从创世到如今 我未曾对任何一个现私情的人 开过这样的方便 开过这样的方便之门 这是天规 谁也打不破 耶税之后 但它只完成了救赎全人类的工作 只是做了人的赎罪计 并未将人的败坏性情都脱去 要将人从撒旦的权势之下 完全拯救出来 不仅需要耶稣做赎罪计 来担当人的罪 而且还得需要 神做更大的工作 将人被撒旦败坏的性情 完全脱去 所以 在人的罪得着了赦免之后 神又重返肉身 带领人进入新的时代 开始了刑罚审判的工作 这工作将人类带入了更高的境界 凡是顺服在他权下的人 将享受更高的真理 得着更大的祝福 真正活在了光中 得着了真理 道路 生命 阿们 阿们 弟兄姊妹 我再来读两段全能神的话 好 全能神说 人未经救赎以前 已有许多撒旦的毒素 中倒人里面了 人经过撒旦败坏几千年 里面已经有抵挡神的本性了 所以 人被救赎出来之后 只不过被赎回来了 就是用重价将人买回来了 但人里面的毒性并没有去掉 就这样的污秽的人 还得经过变化 才有资格侍奉神 借着这一步审判刑刑法的工作 使人对自己里面污秽败坏的实质 完全认识到 而且能够完全变化 成为被洁净的人 这样 人才有资格 归到神的宝座前 今天所做的这一切的工作 都是为了让人能够得洁净 让人能够有变化 借着话语的审判刑法 借着熬炼 脱去败坏 得着洁净 这步工作 与其说是拯救的工作 倒不如说 是洁净的工作 全能神说 末世的工作 是各从其类的工作 是神经营计划 结束的工作 因为时候已经近了 神的日子已经来到了 神将所有进入他国中的人 也就是对他忠心到最终的人 都带入了神自己的时代 但在神自己的时代 并未来到之时 神要做的工作 不是视察人的行为 不是打听人的生活 而是审判人的悖逆 因为神要洁净 所有来到他宝座前的人 凡是跟随神的教宗 走到今天的人 则都是来到神宝座前的人 既是这样 那每一个接受神最后做工的人 都是神洁净的对象 也就是说 每一个接受神最后做工的人 都是神审判的对象 末世已到 万物各从其类 都按着不同的性质 被划分在不同的类别中 这正是神显明人的结局 归宿的时候 人若不经历刑法 审判 人的悖逆不义 都没法显露出来 只有借着刑法 审判 才能将万物的结局 都显明出来 人在刑法审判中 才能显出原形 恶归于恶 善归于善 人都各从其类 借着刑法审判 来显明万物的结局 达到罚恶赏善 让万人都归服在神的权下 这些工作 都得借着公义的刑法 与审判来达到 因人败坏到顶峰了 人的悖逆太重了 只有以刑法与审判为主的 在漠视显明的 神的公义性情 才能彻底将人变化做成 才能将恶显明出来 从而 重重惩罚 所有不义之人 全能神说 刑法审判的工作 其实质 就是为了洁净人类 为了最后的安息之日 否则 全人类就不能各从其类 不能进入安息之中 这个工作 是人类进入安息之中的 唯一的途径 捷径的工作 才把人类的不义都捷径了 刑法审判的工作 才把人类中 那些悖逆的东西 都揭示出来 从而 将可挽救 与不可挽救的人 都分辨出来 将可存留 与不可存留的人 都分辨出来 工作结束之时 可存留的人 都蒙洁净 将进入人类 更高的境地之中 享受第二次 人类在地上的 更美好的生活 即将进入 人类的安息之日中 与神同活 不可存留的人 经刑法审判之后 彻底显露出原形 之后都被毁灭 与撒旦一样 不得再存活在地上 以后的人类中 就不再存有这类人 这类人并没资格 进入最后的安息之地 也并没有资格 进入神与人 共享的安息之日 因他们是被惩罚的对象 是恶者 并不是义人 阿们 最终的 罚恶赏善的工作 完全是为了 彻底捷径全人类 以便将 完全圣洁的人类 带入永远的安息之中 这部工作 是最关键的工作 是整个经营工作中 最后的一步 阿们 感谢神 读完了几段全能神的话 大家感觉怎么样啊 是不是 心里亮堂了 是啊 全能神的话 说得太实际了 是啊 听了真亮堂了 感谢神 全能神把神 默示审判工作的意义 与达到的果效 都说得很清楚 这样我们就能确定 神默示审判的工作 就是彻底捷径 拯救人类的工作 主耶稣所做的救助工作 就是给神默示审判工作 铺路的 全能神就是在 主耶稣的救助工作基础上 做审判捷径的工作 把人类从罪恶中 彻底拯救出来 带进神的国度 阿们 是啊 太好了 神这样做工 是不是很实际啊 是啊 是啊 很实际啊 真实 我们只接受主耶稣的救助工作 却不接受神默示的审判捷径 这怎么能有资格 进入神的国度呢 对呀 光罪得顺免 并不代表人圣洁呀 说得对 罪得顺免 更不代表人是顺服神的人哪 是啊 现在大家对神 做默示审判工作的必要性 已经明白一些了 看来 信主必须得认识神的做工 这太重要了 是 但宗教里很多人 就持守因信称义 赖恩得救 他们就认为 信主罪得赦免 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就认为 主是怜悯思爱的 无论人怎么犯罪 主都会赦免 等主来时 照样能被提进天国 因此 拒绝接受 全能神默示的审判工作 这是什么问题 这样的人 认识神的做工吗 不认识 认识神的公义性情吗 不认识 你们说 神能容许背逆神 抵挡神的撒旦种类 进入神的国吗 不能 对 绝对不能 这样的人 如果进入神的国 会带来什么后果呢 咱们举个例子 如果把信 耶和华神的 以色列人 带进神的国 你们说会怎么样 道成肉身的主耶稣 他们都接受不了 他们还竭力定对主耶稣 把主耶稣 定在十字架上 这样疯狂 抵挡神的撒旦种类 如果进入到 神的国度里 他们还会不会 继续抵挡神呢 会 肯定会 还能不能造反呢 还能不能向主夺权呢 肯定会 主耶稣 为什么不到教堂里传道啊 就是因为 犹太教的祭司长 文士 法利塞人 太饿了 他们什么事 都能干他出来呀 只是这样 我们都知道 主耶稣 被他们抓住以后 被殴打 戏弄 往脸上吐唾沫 甚至 被交给罗马政府 定十字架 是啊 主耶稣 早知道他们 是毒蛇的种类 就不到教堂里传道了 没错 末世 主耶稣回来了 为什么不到教堂里传道啊 就是因为 教堂里的领袖 都挺凶恶 如果倒成肉身的全能神 到教堂里去 他们肯定会打110报警 说得是啊 肯定要将全能神 交给中共政府 这是不是事实啊 是啊 现在 我们敢不敢到教堂里 公开建政权的神呢 不敢 如果给他们建政权的神 他们肯定围攻你 羞辱你 甚至把你交给公安局 所以啊 今天的教堂 跟犹太教的教堂 完全一样 都是躯干神 抵挡神 定罪神的场所 这是不是事实啊 是啊 这就足以证明 人类败坏至极 都厌烦真理 仇恨真理 都拒绝神的道来 都成了 与神为敌的撒旦种类 如果没有神默使 道成肉身 来发表真理审判人 洁净人 那人类 都会因抵挡神 而被神毁灭 你们说是不是啊 是啊 现在大家都清楚了吧 东子们 听了你们的交通 我明白了 原来主耶稣做的 只是救赎人类的工作 救赎工作 就是把人类 从罪中赎出来 我们信主 只是罪得着了赦免 有资格祷告神 享受神的恩典 但救赎工作 并不是审判 捷径人的工作 所以我们还总是 活在犯罪 认罪的情形里 神没有看我们的过犯 只要我们能向神认罪 愿意悔改 神就恩待祝福我们 以往 我们都没有认识 主耶稣做救赎工作的 实际意义 就以为主耶稣所做的 就是彻底拯救人类的工作 罪得赦免 就万事大吉了 我们真是太愚昧无知 丝毫不认识神的做工啊 是啊 莫使全能神来了 做审判捷径的工作 这才是彻底拯救人类的工作 认得犯罪本性 撒旦性情 只有借着审判刑法 才能得着捷径 是啊 今天我对神拯救人类的工作 才有点认识 感谢全能神 感谢神 真是太好 感谢神 今天这样交通太好了 心里真亮堂啊 感谢神 现在我对神末世 为什么发表真理 做审判工作 有些认识了 我们如果只信主耶稣 却不接受神末世的审判捷径 就是信主一辈子 也不能脱离罪啊 我们只能活在犯罪认罪的循环中 没法摆脱罪的捆绑 没错 最终只能被主撇弃淘汰 落在灾难中受惩罚呀 莫使 神为了彻底拯救人 又亲自道成肉身 来发表真理 审判人 捷径人 我们听见神的声音 被提到神面前 接受全能神的审判捷径 这是神的恩待呀 神对我们的爱太实在了 是 阿们 阿们 感谢神 感谢神 感谢全能神 现在我正式接受 全能神做我的主 我的神 阿们 感谢神 我向神立志 我坚决接受 顺服神话语的审判刑法 阿们 追求真理 得着洁净成全 成为遵行神旨意的人 得着神的称许 祝福 阿们 感谢全能神 感谢全能神 我也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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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神 感谢神 弟兄姊妹 我们一起向神献上祷告吧 好啊 感谢神